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 就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但這幾年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有效的改善了台美之間的關係 比起蔡總統上任前 說是漁民被招擾 甚至漁船被扣押的情形 我們不容漁民合法潛力 遭受侵害阻礙 所有的漁船的每日方的服務就發生 我們這責任到底是誰被操控 自從蔡總統上台以來 有效改善了周邊水域的互動 所以比起蔡總統上任前的 多次漁民被騷擾 甚至漁船被扣押的情形都改善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樣已經折承 海巡署漁業署整個了解 我們不容漁民合法潛力 遭受侵害阻礙 如果有任何事 我們站在理上的話 漁民受損害我們政府 都會幫忙協助求團 要了解整個事情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的事實狀況 做判斷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 就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但這幾年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有效的改善了台美之間的關係 台美之間近幾年來互動一直升溫 同時也看到美國國會通過 非常多的友台法案 並且對於台灣相關 無論在國際發生 或者無論是軍售 或者無論是各種方面 都看到美國對台灣助力很多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有效 來和美國加強關係 是要奮鬥的目標